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这个人带他们去设谓国能够见佛得到佛的加持 结果那个人是个骗子 拿了钱就把他们丢到中途的一个国家的沼泽里 就不管他们了 后来他们就到处摸索道路的时候 踩坏了一位老公公的田里的农作物 老公公很生气把他们打了一顿 然后他们就苦苦的哀求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老公公就觉得很可怜他们 就派了一个人护送他们到设谓国去 那接下来就继续讲 老公说 刚到设谓国 他们立刻听说佛陀又去摩羯陀国了 然后这个人真是好心 又把他们带回到了摩羯陀国 这些盲人由于十分地敬仰佛陀 一心想要见到佛陀 他们的肉眼虽然失明了 但是心眼已经开了 就是知道佛陀能救 而且知道追随佛 所以他们依然是十分地欢喜 忘记了疲劳 就是这些盲人老师有一个形容词 说他们虽然肉眼是盲的 但心眼开了 那心眼开的定义跟内涵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说你心眼开了 你觉得从哪一点来说你心眼开呢 老师说 因为知道佛陀能救 而且知道要追随归依佛陀 这就是心眼开了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假设有一个人一天到晚跟你说 我要快乐 然后呢 他有一天到晚拿棍子打他自己 那你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失心疯啊 心眼没开啊 那我们众生都是求离苦得乐嘛 对不对 离苦得乐本能是一切实书都贯穿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对啊 就是因为我要求离苦得乐 现在我知道佛陀能救 我知道要归依佛 因为佛陀就是离苦得乐的最佳的指导者引导者 所以 我既然想求离苦得乐 我又知道佛陀是最佳的指导者引导者 我又一心一意地归依佛陀想要跟佛陀学他的法 这就是心眼开了 就这个意思 好 后面呢 老师说 到了摩羯陀国 又听说佛陀又返回了色维国 就这样一到就听说佛陀又在哪儿又在哪儿 来回往返了几次啊 你想一想 盲人走路都不方便 来回往返了七趟 到了摩羯陀国 发现佛陀又回到色维国 到了色维国发现佛陀又到了摩羯陀国 来回追了七趟 都还没追到 但是呢 老师这边讲得很清楚 他们因为心眼打开了 知道佛陀能救 知道要追随佛呢 所以忘记疲累 一心一意 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刚刚前面在讲到那个希望心生 我引了那个广论的 能入定不定气印经嘛 对不对 是不是说 你对佛菩萨那个 怀着静心 看他一眼 或怀着静心 想看他那一念 都会积聚无量无边的资粮 禁除无量无边的罪障 对不对 所以他们虽然走七趟 走得很辛苦 但是他们很欢喜 而且呢 每走一步 每走一步 是不是都是心心念念想要见佛陀 所以其实积聚了很多资粮 禁除了很多水涨 知道吗